68岁李国林韶山拜访伟人故居,在乡间毛坯房,与村民吃饭没架子。 近日,一段香港戏谷李国林在韶山乡间与村民吃饭的视频,引发网友持续热议。 视频中,李国林穿着白色T恤,打扮得十分朴素。 令人感叹的是,已经68岁的他看起来精神异异,不但头发乌黑,就连说话也中气十足,显得非常有活力。 从镜头里可以看出,他正在某个农家民宿里享用当地美食。 这间民宿装修得格外简陋,几乎就是一间毛坯房。 不过,李国林丝毫不嫌弃,只见他坐在椅子上开心地吃美食,喝一元多的矿泉水,毫无明星架子,显得非常接地气。 此外,李国林还与身边的村民聊得格外欢乐,夸赞他家的毛式红烧肉做得特别好吃。 聊到兴奋之处,李国林还亲切地与对方握手,并亲密地拍了拍村民的肩膀。 画面曝光后,网友们惊喜不已,纷纷称赞李国林很亲民,非常可爱,还是一位爱国艺人,值得外界尊敬。 许多网友祝福李国林在韶山玩得开心。